歡迎收看 晉級的台灣 我是廖婷娟 帶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在台灣電視 只有三台的時代 要瞬間導播跟製作人的職位 可是不容易的 但您認識這位 四十九年次的江俊成 熱愛極限運動的他 當年做出了 台灣第一檔重型機車節目 獲得了高收視 不過在電視圈打滾十二年後 四十歲那一年 他決定轉行做料理 也把兒子送去了義大利 一年學廚歷練 現在他們從台北 來到墾丁開了餐廳 他們搖烤出來的牛排 鮮嫩多汁 披薩皮Q餡多 大受陶客歡迎 甚至還發明了台灣獨有的 冰的甜點披薩 負責量用實際行動 來表達對純樸慢活 南台灣的愛 不過對於潛水客來說 海底的世界比水上 更迷人 下水之後什麼都不用想 吳仲麗穿梭珊 珊瑚礁之間 跟魚兒一塊悠遊 傾聽海水 和自己內心的聲音 一個眼神 一個手勢 江俊成 江坤玉父子 默契配合 天衣無縫 喜歡潛水 喜歡到可以放下 繁華便利的都市生活 從台北來恆春 定居開餐廳 可見江家父子倆 有多熱愛這裡的一切 因為我在這邊 幾乎大概快轉一二十年 就來來去去 那為了能夠更長期 能夠圓我自己潛水的夢 我就把我北部的餐廳的美味 就延伸到我們南部墾丁來 然後一直在這個地方 也就有一個理由 可以長期在這個地方 常住在這個地方 在下來這邊開店之前 我其實就是老爸常常 就帶我下來這邊潛水 所以其實把我丟在這邊 等於是如玉得水 年近六十的江俊成 與二十五歲的江坤玉 父子之間零代溝 相處就像麻吉一樣 老爸的樂天開朗 完全遺傳到兒子身上 潛水是最好的運動 它在水壓裡面 幾乎說比按摩還要好 當然在海底的臨近 我常常講說 因為在海底的臨近 你在海底只能聽到 你的呼吸聲 跟它出來的那個泡泡聲音 其實很多這個 事業上的一些想法 可以在海底做一些思考 總結一句話要追求的是什麼 就是快樂 人生就是如此 離著性格的光頭 講起話來豪邁有力 人稱江哥的江俊成 不只擅長潛水 也做得一首意大利好菜 兒子江坤裕也盡得老爸手藝真傳 他們的餐廳成了墾丁潛水客 恆春在地人超盛打卡的熱點 常常會帶學生過來吃飯這樣子 他們都滿喜歡這間店的 那這樣之前運動的成果 不就在這邊破功 沒有關係 因為我每天都滿辛苦的 一定要犒賞自己一下 那時候在澳洲工作 然後就看到老闆有PO他們的披薩 我就非常的想吃 最焦牌熱賣讓人口水直流的 就是這義大利延燒豬勒牌 由於是用高溫800度的搖烤 因此外酥內嫩又直扎實 連著邊骨一起吃 吃到神指會胃 豬肋排很多汁 然後口味不會太重 因為外面的豬肋排都是刷醬的 對 它的不是 就是吃起來很清爽 然後你會一根接著一根 這東西怎麼是幾根 六根 吃到很撐 這裡豬肋排跟外面最大的差別 是在於說它的豬肉的肉汁 就是都鎖在它的肉塊裡面 所以不會像一般外面 很多豬肉排咬下去 它其實都是靠一些燒烤 BBQ醬在提味 之所以研發這道豬肋排 是因為姜哥曾經到歐洲取經 強調要吃豬肉的原味 而不是烤肉醬料的死鹹味 以前的豬肉啊 都是上面都是黏糊糊的東西 所以回來之後呢 我就調製了一些香料 我用最簡單的方式 我們曾經有個客人啊 他會認為說 這麼大塊的豬排啊 他們吃不完 可是他事實上叫完之後 我偷偷看他們吃的時候 他們吃到剩兩根骨頭 我還過去說要不要幫你打包 他說都被我們吃完還打什麼包 事實上這個一吃啊 就會停不下來 同樣的手法 應用在另一道招牌菜 貝骨沙朗牛排 也是標榜 搖烤烤出牛肉本身的肉香 不需多餘調味 因為窯烤啊 窯呢 它的整個空間 它的溫度呢 上下都有 因為這個窯會產生一個 輻射熱 所以它下面算煎 上面就是熱烤 所以它在瞬間 可以產生兩個溫度 同樣的讓上下 都可以均勻地受熱 所以500度烤下的肉呢 它外面就會 完全就會脆化 那裡面呢 就會保留它的肉汁 所以讓客人吃起來呢 就甜度會更高 好 更好 學用美國快等級牛肉 時事熟成30天 在500度的火熱高溫下 油花流蟹跳舞 外層焦香燒色 里層卻是見紅不見血 保留最佳嫩度口感 最主要是它的牛肉的肉質好 而且它是用高溫的 煮烤的方式下去煮 所以說它能夠把原汁 全部熟在牛肉裡面 所以你能吃到它最好的鹽味 而且它不用任何的調味料 你就可以吃到最好吃的牛肉 牛排獨特到 你只會想要來這裡吃牛排 你不會想要再去外面吃牛排 對 因為它的是丁骨 你一直可以吃到 兩種不一樣的肉質 對 然後主廚的功力非常高深 就是它烤出來的顏色是很漸層 還有這道市面上少見的 義大利起司蚌牛肉 口感可是雙重出擊 這是牛的後腿肉 跟澳洲和牛的肩胛肉 兩個肉去組合起來 所以把它做成絞肉 為什麼叫蚌牛肉呢 因為它剛好一磅 那一磅的話是453公克 但是我們不怕人家吃 所以我們放了500公克 但是因為它多少煎之後 它會縮一點 所以我們名副起始就是蚌牛肉 煎到肉香肆意後 加上它的好夥伴 來自丹麥的馬達瑞拉起司 送進搖烤 這個蚌牛肉我們剛剛大概 煎了大概15分鐘 我們現在把上面鋪上的起司 我們放到我們窯裡面烤 我們用350度的溫度去烤 讓它整個包覆的 在這塊蚌牛肉 再加上待會兒加上我們的醬汁 這個濃郁的感覺就出來了 烤出來的蚌牛肉一刀切下 牛肉的甜味跟起司的香氣 交融在一起 美味互相加成 滿滿的就是肉汁 都會順著那個刀烟旁邊流出來 然後入口很鮮嫩以外 還會有牛肉的味道 你最高紀錄 一個月或一禮拜來幾次 我最高紀錄有一個禮拜 連續來四次 不只能做也能說 因為姜哥 原本可是華式的導播兼製作人 專做外景旅遊節目 符合他熱愛雲遊四海的個性 一年的時間大概將近有 可能有七八個月都在國外 就是這樣來來去 就到處跑 可是在一般人來講說 多好啊 一天到晚都在玩 在電視只有老三台的年代 節目內容普遍保守 姜哥力排眾議 做出了台灣第一檔重車節目 當時我是認為沒有人看好 可是我這個人就是這樣膽子大 我只要想做的事情 我都是一味的就是往前衝 沒有想到當時還創下 這個二以上的收視率 不然本來那個時段的收視率是多少 應該因為當時的一些時段 大概都在可能有時候不到一吧 收信熱愛刺激極限運動 創意加上執行力 讓這節目一做就是五六年 還捧紅了丁寧 郭靖淳 許愛玲等女星 不過各種甘苦 只有自己最懂 媒體的生活在一般人來看 都是非常被羨慕的 我也常常被人家講說 你們多好 你看到外面這樣吃喝玩樂 到處旅遊 到處拍片 旁邊又有很多美麗的主持人之類的 其實說在我們的感覺就是工作 其實在拍片的過程裡面 我老覺得說因為有時候在國外 你今天在這個飯店住個兩天 明天又換到另外一個新的地方 再住個一天 就每天一直在移動中 其實是很辛苦的 回到台灣才是覺得 那才是最輕鬆的時候 所以當然這個可能是外人 比較沒辦法去體會的 28歲就進入電視圈的姜哥 在打過美好的擠仗之後 似時而累時 決定換跑道 人生是有階段性的工作 不代表說我一輩子 而且因為我的個性 我是很希望說 嘗試更多更多不同的行業 甚至當然要創造自己人生的一些巔峰 倒不是說今天所謂的製作人 導播之類的這些 這個頭銜 其他一輩子就覺得 我就覺得滿足 姜哥轉行經營食材進口批發 幾年後對食材摸熟了 決定開餐廳 不但自己看書學廚 更把兒子送去義大利進修一年 要把最經典的披薩帶回台灣 而且還要做出他獨有的 獎式披薩 披薩最重要是一個餅皮 餅皮是披薩的靈魂 你今天這個 你這個餅皮如果不好的話 其實你上面放的什麼山珍海味 其實是多餘的 手推的話 它的邊一定要出來 因為邊等於是它的一個 包覆的一個範圍 它再來就是底邊 你底不能太薄 也不能太厚 大概差不多介於 在0.2到0.3mm 對 因為你的餅皮的厚薄度 掌握到你上面的起司 還有上面一些 它上面的這個topping 對 所以它的厚度吃起來 是要一致的這樣子 很抬的僵食披薩 手推蟹黃可味 每天新鮮直送 雄夕的螃蟹到店 那我們這邊有兩種螃蟹 一種是砂公 一種是紅蟳 為什麼要用這兩種呢 第一個砂公取它的肉 取它的蟹肉 那紅蟳呢 就取它的蟹膏 所以我們這邊呢 我現在用的是紅蟳 你看 這個紅蟳的蟹黃 非常非常的飽滿 仔細把砂公的鮮嫩蟹肉 還有紅蟳的香濃蟹黃 全都挑出來 在手工現做餅皮上頭 均勻鋪得滿滿滿 送進高溫窯口 春爐散發微焦香氣的 pizza餅皮 搭配螃蟹二重奏 在豪邁的 沙滿Mazzarilla Cheese 大口咬下 超級絕配 不只蟹肉蟹黃 就連由風鴨腿 想得到的都能做成pizza 最高紀錄有上百種口味 料多 PQ 吃得出新鮮手作 高溫搖烤的與眾不同 蟹肉我覺得也很不錯 就是可以吃到 真的蟹肉棒的那個香味 還有很多就是從 就是蟹肉裡面出來的 一些味道 一般在外面吃的pizza 往往會剩下很多的皮 其實在這邊吃pizza 其實看不到盤上 會剩下多的pizza的邊 因為它的皮真的是 還滿好吃的 而且很香 這對很飽的江家父子 還有更妙的獨門菜單 pizza現烤出來的話 它是300度的高溫 然後等於說我們鮮奶油 它的保存的溫度 是在零下20度 然後所以你一定要現烤出來 經過極速冷凍 把它降至零下20度之後 它才能跟鮮奶油結合 強調的它這個極速冷凍的話 降低到那個溫度的時候 它的餅皮 那個Q彈的程度就會出來 餅皮就不會吃起來 這麼的堅硬這樣子 對 那pizza可以冰著吃喔 所以這算是 我們算台灣首創 熱呼呼的現做手工餅皮 出爐後 立刻冰鎮 這冰火五重天的洗禮 反而帶出前所未有的Q彈要勁 在外國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什麼叫做 冰pizza的東西 我問過很多客人 pizza冷掉好不好吃 其實給我的回答 大概百分之百啦 沒有一個人說好吃的啦 但是他現在 終於改變他們的想法了 他們都說 冰pizza好好吃喔 基底用碗如冰淇淋般 滑旋的鮮奶油 再鋪上紅燕玉滴的草莓 鹹中帶甜的冰pizza 光用響的 會覺得不可思議 吃了就會發現胃口打開 本來想說甜pizza很怪 就是進來之後 因為你知道男生 不是很喜歡吃甜的東西 進來之後 嘗試我覺得還不錯 就會覺得說本來不喜歡吃甜的 但又覺得一口接一口 差不多這個感覺 因為看起來雖然餡料 像是當季的水果 非常的豐富 擺盤 然後還有一些奶油花 可是入口之後不會甜膩 印象中甜的通常就是皮會很硬 你會咬不動 可是它的不會 而且它不是溫溫的 它是冰的 然後冰的皮要吃起來Q或脆 就是幾乎外面都沒有 對 為了這小小草莓 江家父子還得親自到草莓園 現挑現摘 才能確保品質 很適合放在pizza上面 那個size鋪上去的 這個均勻度會比較好 它這個形狀要剛好比較 有點水滴狀 對 而且它這樣捏起來的 一個紮實感 這顆一定很棒 這個甜度一定非常好 不會有太酸的感覺 來了墾丁才發現 其實這邊的草莓品質不比大福長 恆春的緯度比較像 然後它這邊溫度也比較高 所以跟一般的北部的草莓 有一點不一樣 它這邊比較 我剛才講比較紮實 它的甜度也比較高 而且這邊的日照 日照時間長 而且吃起來 它那個比較草莓的味道 就不會吃起來這樣比較 湯汁比較多 因為湯汁多 有時候並沒有什麼味道 看得出來 對食材的講究和堅持 複製量一樣高標準 其實原本張崑玉 從義大利學成歸國時 兩人可是意見不合 事實上他當時學的 應該他自己覺得 他的廚藝應該是不錯的 可是我是 我竟然把它丟在外場 從一個外場的 一個服務人員開始 從端盤子 倒水 所有的一切就是從外場 可是他後來我才知道說 原來他是有怨言的 我花了這麼多時間 在義大利學了這麼多東西 回來你竟然叫我去做外場 對不對 而且外場我還不是講義大利文 對啊 然後可是我漸漸 剛開始是稍微有點排斥 可是後來我也聽他講 他說經過半個月之後 他才發現原來外場 是這麼難的一個工作 因為他必須要去跟客人 談很多所謂的 我們的菜的一些專業的東西 甚至客人有時候詢問他 有些他根本無法回答的事情 他自己覺得說原來 不是只是躲在廚房裡面 做做菜就好了 我爸他的用意 其實就是說 因為很多人他只要先進了內場之後 他就一直專精在內場裡面 他反而你說今天要讓他走出來 跟客人做一下介紹 或者是講解一下菜色之類的 他反而會卻步 對 所以我等於就是逆向操作 經過一番磨練後 江坤玉兩年前 更是被江哥派到墾丁 一個人從無到有 把餐廳開起來 其實我就住在餐廳裡面 所以等於是說我沒有那種 上下班的那種感覺 那偶爾就拿起手機 滑滑臉書 看到朋友在唱歌啊 電郵 對啊 就是在玩啊這樣子 那當初當然會想說 為什麼人家現在這時候 玩得這麼開心 就我在這邊這樣子受苦 23歲正是愛玩的年紀 就得離開台北的親朋好友 擁有豐富內外場經驗的 張坤玉 身體雖苦 但心裡明白 這些都是老爸的用心 其實有時候晚上光想到這個東西 我其實自己睡不著 對啊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因為能力不到 可是當你真的有一天 真的有那個機會 但是你抓不住那個機會 那我覺得這樣就太可惜了 所以我等於就是說 我無時無刻就是提醒自己 我一定要一直加強我的能力 現在有時候父母太保護他們 甚至給他們太大壓力 讓他們更無法看進 他們自己的方向 到哪裡去打兵 其實他們有區分所謂的 比較繁華的都市 他的成就就會比較好 對 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你到了這個地方 你能不能扮演好你自己的角色 栽培兒子獨當一面 而姜哥的人生上半場 走的是電視台的快節奏 下半場追求的反而是慢活 也讓他心甘情願 來到這質樸可愛的恆春小鎮 這邊空氣很好 所以讓你很容易就入睡 所以我在台北 不見得會睡得很好 我現在才講說我回恆春 所以很多人誤以為我是恆春人 我回到恆春之後 我大概前兩天 我覺得我的睡眠品質都好好 一來好像就是 這個真正的睡手 這是我覺得恆春 讓我感覺最棒的地方 姜姜父子聯手初級 讓他們的義大利好菜 也成為墾丁海邊 令人著迷想念的風景 歡迎收看近集的台灣 我是廖婷娟 帶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在報社跑新聞跑了二十三年的 資深政治記者林承博 福院黨團大小新聞通通跑過 她還幫自己起了筆名 叫做林美如 因為她愛好喝啤酒 正好是台語喝啤酒 林秘魯的諧音 她自認在新聞圈 已經打過美好的遺照 所以決定封閉轉行 而完全不會下廚的她 是專程去四川學手藝 帶回來正宗的牛油火鍋 她招牌的四脆四爽 和按摩後才上桌的滑牛肉 讓熟客們是贊不解口 許多的資深媒體人 都會在這裡聚會 甚至連她的菜單 都是報社老同事馮光遠 幫她設計的 熟滾滾的麻辣鍋 湯底色澤 紅燕玉滴 辣椒味香氣低人 可以想見這滋味有多猛爆 這可是老闆林承博 遠赴四川取經學回來的 牛油火鍋 不管是什麼料 下進去 馬上就變得翹辣夠味 她講究麻辣鹹香 那一般台灣的麻辣鍋 有的是比較死鹹 那有的不夠香 但是在這邊吃到的麻辣鍋 是第一個顏色很漂亮 你看它是大紅的鮮紅色 那麻跟香味跟辣味 都是非常非常獨特的 所以說我們知道 它是從四川直接 師城四川來的 那我想這是它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賣點 因為麻辣麻辣 真的還滿好吃 很帥氣 有沒有辣到受不了 流鼻涕眼淚 還沒有 它麻度剛好 辣油真的很特別 就是用四川那個辣油 去調味道 我真的滿特別的 這鍋鴛鴦麻辣鍋 還有它的好搭檔 豬心管 腰花 鵝肠 毛肚 被封為麻辣四脆 花菜 川木耳 莴筍 白蘿蔔 則是取名四爽 其中的莴筍看起來像絲瓜 以為是軟糊糊的口感 但其實吃起來爽脆的不得了 多具的菜心 在四川叫做青筍 這在四川吃麻辣火鍋是必備的 它又健康又漂亮 最重要的它也很爽口 那如果喜歡吃脆一點的 就不要燙太久 想要吃到四脆四爽的最佳口感 可是有秘訣的 我們要算七上八下15秒 這七上八下是四川是比較明顯的 在四川的吃法就是這樣 因為這四脆不能久 久了它就失去了它的脆度了 這些四川人愛吃的食材 在坊間的麻辣鍋店並不常見 而更少見的就是這招牌滑牛肉 就像四川名菜水煮牛肉一樣 吃起來Q嫩又耐嚼 而這滑牛肉真的就像是 滑進你的喉嚨裡 比較厚一點點 它的口感還滿不錯的 就是肉汁有鎖在裡面 可是又不會說像一般的 可能太薄吃起來就是 就是一下子就沒有 它的肉感質感還在 然後就是嫩嫩的 然後水分滿多 有別於其他火鍋店薄薄的肉片 滑牛肉的厚度更有份量 下鍋後咬進Q彈 肉香四溢 原來老闆的秘訣在於 這滑牛肉上桌之前 就會變得更加營養滑嫩 四川有一道名菜就是水煮牛肉 那它出來的牛肉也是因為 跟水煮牛肉一樣的前置做法 所以有按摩過 所以特別的Q 特別的嫩 所謂川式麻辣鍋 強調的是全牛油的老火鍋做法 將蔥 薑蒜等辛香料 煉入牛油裡頭 再把水分蒸乾 變成老油 這個全牛油麻辣鍋底炒料 完成之後要過濾為老油跟底料 那這個就是底料 它主要當然就是有花椒 有辣椒醬 有豆瓣醬 已經吸收麻辣精華的老油 呈現深紅色 跟大谷高湯混合後 就能香麻上桌 因為它全部是油 全部是牛油 把所有麻辣辛香 麻辣生鮮 全部煉在牛油裡面 那客人來的時候 我們在現場對高湯 客人如果吃得比較辣 我們對的高湯就比較少 客人如果吃得比較不辣 我們對的高湯就比較多 身材原本就瘦小的林辰博 每天在廚房裡與鍋爐為伍 年近半百 轉換跑道 體力確實負擔很大 我半路出家又 剛開始又太瘋狂了 拼命的炒 那所以就有 左右手都有晚睡到正後群 那右手也有這個網球走 那簡單講就是我做麻辣鍋 那我的手也是麻辣人生 隨時是麻的 講起話來漫條絲理 邏輯清晰 因為老闆林辰博在報社當了 二十三年的政治線記者 福院黨團 大小心文通通跑過 許多獨家更是他驕傲的戰績 副總統的獲選人 他就是李秀蓮 我2000年跟2004年 當時的陳水扁總統 提名的副選人 副總統候選人搭檔 李秀蓮 都是我的頭版頭獨家嘛 李宋關係生變 李登輝跟宋楚瑜先生的關係生變 我也是第一個寫的嘛 說起當年跑新聞時 總是眉飛色舞 因為記者是林辰博的第一份工作 剛退伍 什麼都沒有 就只有滿腔熱血 我覺得它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對於不公不義的事情 我們可以試圖來改變它 那確實我們也做到了一些 譬如像國民大會被廢掉 林辰博一開始先進入地方報 當記者磨練 三年後就跳槽到了 三大報之一的中國時報 林辰博笑說 當年自己下苦工 不只能血 還要能喝 才能跟受訪者 爐出獨家新聞來 我記得我在跑國民大會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有資深國代 我們一般通稱為老國代 年紀都一大把了 香音也很重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中午就會跟他們喝 我要跑他們的線 我必須先跟他們熟嘛 所以我花了很多功夫 是中午就跟他們在一起喝白酒 本來這個國語也不是很標準 我也不是說我現在國語標準 但就是也會 因為相處久了嘛 也會學到他們怎麼捲舌 林辰博的線路 從監察院 立法院 再到民進黨中央黨部 歷經許信良 施明德 陳水扁時代 隨著陳水扁受選 也改跑總統府縣 林辰博深知經營周邊關係的重要性 才能得到獨家情報 開黑頭車的司機大哥 你有跟他混了手啊 買飲料給他或是什麼人 就種種 種種嘛 第一個驗也好啊 總是人 人是感情的動物嘛 一回聲兩回首嘛 收集資訊寫進隨身小本子裡 其餘時刻 靠敏感新聞眼 旁敲側擊 用心搶計 才能寫出別的記者 看不到的內幕 就有一天呢 他的隨父就跟我講說 陳伯哥 好 你是有請助理喔 不然看你都沒記 怎麼第二天一大批啦 在當年報紙媒體 影響力量極大的時候 三大報的記者 總統自然會特別重視 不過林辰博 很堅持自己的格調和信念 不被吳冕王的光環沖昏頭 我記得2000年 第一次跟陳律扁出訪 那我們搭的是專機 在回程的時候 當時的陳總統會邀我們記者 單獨跟他合照 那我是唯一沒有去跟他 合照的記者 我覺得記者跟採訪對象 要能平起平坐 更不要講說政治新聞 政治新聞很重要的是批判力 再好的 再好的政治人物 都有犯錯的時候了 那 合照本身是沒什麼 但不必刻意 寫政治新聞寫了二十幾年 對於筆下幾位政治人物 從熱血青年變口水政客 難免很感嘆 加上傳統暴夜逐漸視為 林辰博決定封筆 真的是無聊啦 因為都是重複在演差不多的劇情 五年前就是覺得自己新聞界也該退休了 就決定要退下來 退下來要幹嘛呢 自己也愛喝嘛 自己也愛交朋友 就想說 不然開個小館子 林辰博之前曾經去四川成都採訪 一吃麻辣鍋就愛上 於是四年去了八趟拜師學藝 五年前只會泡麵 有的朋友還後來要 怎麼講 在臉書上點到我 還說只會煎荷包蛋 對不起 連荷包蛋都不會煎 五年前轉行開餐館 生性好客愛交友 把酒言歡的林辰博 乾脆幫自己取個別名 我最喜歡的就是秘魯 所以我離開中國時報之後 在忠實部落格的筆名 就叫做林美魯 林秘魯 英文叫Bearlin 不認識的客人到要走的時候 怎麼都沒看到老闆娘 因為美魯是你太太 然後你說沒有啦 我的是林美魯 林美魯本人 林美魯在這裡 曾經是專寫頭版社論的大記者 當年跟他一起刨線的 現在也都是資深媒體人 像是前主播西聖林 作家馮光遠 對於老戰友投筆從除 從一開始的不解惋惜 到最後給予百分百的支持 但之前他是那個名記嘛 但是他現在我也覺得 他也是名記了 他就把很多的菜譜 都把它記起來了 以前是記新聞 現在是記菜筆 很厲害 其實這很難知道 拿筆因為是用手腕 他是要用手肘 他用全身的力量 其實做菜是很辛苦 我看他這五年來 搞到這個手都已經 把那個網球肘 都已經發作了 真的很不容易 對 哈囉 謝謝 來 你只要快點滾吧 這滾我們才趕快吃 吃完我們就滾 大夥三不五時就來到這兒 吃飯話當年 就像在開同學會 我們經常在修理他了 修理他是讓他進步 修理他其實也是一個藉口 我們才能夠一天到晚過來 是不是 我要來修理你囉 然後趕快來修理 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是台北新聞圈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根據地 大家就到這邊來 就來吃 並不是什麼交換情報 到這邊來交換什麼情報呢 那這邊只要事情一講 就沒有獨家了啦 那全部都是大家都知道了嘛 到這邊來就是交挂八卦 老戰友捧場歸捧場 畢竟這些資深媒體人 長遍大江南北 手藝得過得了他們這一關 才夠資格開店 它的四脆四爽都是很好吃的 像譬如說那個毛肚 你在台灣絕對吃不到這種味道 除了湯頭跟那個毛肚的那個感覺 它的口感跟它的那個香味 搭配起來非常棒 這個鍋呢 跟別的鍋最大的不一樣是 其實它有一股挺濃厚的牛油的味道 其他的這個麻辣鍋 你就是麻辣的味道 可是它真的很香 尤其馮光遠跟林辰博 是在中國時報二十幾年的老同事 革命感情更深厚 所以還幫林辰博設計菜單 靈感就是來自於報社的稿紙 畢竟這是老忠實人才有的回憶 你看它下面是一格一格的 那整個概念就有一點手工的感覺 因為我們當年寫稿子 哪有什麼電腦 光是那個輸入法 要學那個輸入法都 就是頭痛的鑰匙對不對 所以以前都是用手寫的 所以好像是我的字 還是超級難看的 就跟鬼畫符一樣 我最多都還寫過一萬多字的稿 林辰博當年的採訪對象 現在也成了座上賓 不分藍綠 像是宋楚瑜 鄭文燦都曾經來吃過 因為林辰博一直以來都是用真心累積人脈 正式人物他會有高潮 有低潮 甚至於會有落選的時候 雪中送贊很重要 你至少可以去探望他 那你去探望他 連他的朋友都不太理他了 只不過是一個記者去探望他 他會放在心裡 回首當吳冕王的23年媒體生涯 記者林辰博 如今切換成廚師林美如 畢竟打過美好的儀仗 已經無憾 客人把菜都吃光的時候 那是超爽的 跟你跑到一個大度假是一樣的爽 歡迎收看近集的台灣 我是廖婷娟 帶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台灣愛吃牛排的老饕 幾乎都聽過 牛排教父鄧有愧的名號 其實他還有一個 大他兩歲的哥哥鄧欣忠 他也是位名廚 而特別的是 弟弟擅長西式的牛排鐵板燒 哥哥則是專精道地的中菜 鄧有愧眼看哥哥鄧欣忠 打算放棄四十幾年的手藝退休 覺得很可惜 所以兄弟倆合開了 中菜西吃的新式餐廳 讓傳統中菜擺脫老派的印象 像是重口味的豆腐乳牛排 或是會跳舞的鵝肝鍋巴 都是創新菜色 兄弟倆從小一起苦過來 現在彼此交流 廚藝強項完全不藏私 只因為一份 有血濃於水的兄弟情 大塊鮮嫩 油花瘦肉分布比例 均勻美麗 切開一看 粉紅色的色澤 熟度拿捏得剛剛好 看起來高檔的西式牛排 很難想像 居然是在中餐館裡 用筷子吃 肉麻品質上一吃 就可以吃到它牛肉的原味了 整個肉整個質地 我覺得非常的多汁 然後甜度很夠 跟一般的牛排比較不同 或是牛肉 要給它打幾分 滿分 十分 十分吧 肉質很軟嫩 超喜歡的 剛剛一口氣吃了幾個 都吃了 對 兩塊 而且很大塊 覺得可以再吃幾塊 可以再吃兩塊 更難想像的 還有牛排的風味 以往總是沾海鹽或是芥末的 帥子牛肉 底下穿著的 可是傳統印象中 排到不行的豆腐乳 沒想到 還意外的非常合拍 所以吃起來味道還滿不錯的 對 豆腐乳的味道 然後就是鹹鹹的 然後還有點豆香味 你今天覺得豆腐乳只能配饅頭 豆腐乳只能配粥 我特別喜歡的是這個豆腐乳的 因為我覺得這塊肉肉配上豆腐乳 它的層次應該會非常不一樣 因為我滿喜歡吃西餐的 所以我覺得豆腐乳的表現上面 應該會非常搶眼 對我來講 回歸到肉質本身 肉質非常的軟嫩 對我來講 然後 而且滿juicy的 把中西菜跨界完美結合 操盤手就是這位62歲的大廚 鄧欣忠 不浪費40年深厚的中菜底子 用實驗精神發明豆腐乳牛排 這是豆腐乳跟豆瓣醬去拌起來的 豆腐乳跟豆瓣醬合喔 是啊 跟牛排更合 以前沒有想過要這樣吃對不對 它通常用在海鮮上面的 機率比較高 店裡的招牌菜香煎脆鍋巴 結合蟹肉 干貝 牙肝這些好料 這個是上湯 這個是澆在鍋巴上面的上湯 當鮮美的高湯 淋在香脆的鍋巴上 就像是會跳舞 很少外面菜單有這種東西 對啊 第一次看到 最喜歡的一個什麼料 干貝 對 感覺很新鮮 然後也做得很有它獨特的味道 對啊 而且看到它上桌是這樣 啪啪啪啪 對 很新奇 就是好像在做秀給我們看看 鍋巴蠻好吃的配上那鴨肝 然後它的有那個鍋巴吸附那個雞湯 然後很香 對 有想過鍋巴可以這樣吃嗎 沒想過 特別好吃 所以你剛剛一口氣吃了多少幾碗 兩三碗吧 還有鹹香夠味的豆酥長尾鳥 也是功夫菜 選用少見的長尾冰雕 因為深海魚的肉質清甜細緻 用鹽巴 薑末 米酒 調味清蒸 再拌炒香麻的豆酥 搭起來超級下飯 我覺得它的口感非常的紮實 那它的配上豆酥非常有層次 對我來說是一種全新的體驗 因為我自己家裡也是做中菜的 所以我感覺到它非常的特別 而且它的層次非常的明顯 我來自菲律賓 我經常吃西洋食物 我沒有找到任何東西 我認為我可以吃中國食物 但是我認為他們的食物 是比較正常的 我認為它的味道 是比其他人更好 中西菜料理手法明明差很大 但鄧心中卻能把兩者優點 融合得恰恰好 因為他的弟弟 就是被譽為牛排教父的鄧友葵 你指頭專注看著烤爐上的牛排 他就是牛排教父鄧友葵 四十年烤牛排好技術之外 還引進這台全台灣唯一的 夢想烤爐 我學的問題叫 比較低的時候 那我們會要有這個升降 讓他會不會比較升高 有牛排教父這塊光亮招牌 鄧友葵的餐廳 連營業額都高達上億元 但事實上他們兄弟倆 原本家境並不寬裕 十五六歲時就出社會學廚 養活自己 鄧心中專攻中菜 鄧友葵學鐵板燒 哥哥總把弟弟帶在身邊 彼此扶持 非常欠錢的時候 那我那時候我有一個房子 那因為繳不出錢 繳不出貸款出來 那後來就把那個房子賣掉 剩下一部小車子 那後來我們兩個兄弟用那部車子 每天早上去菜市場買菜 然後去賣給一個朋友的餐廳 然後賺起一點報酬 所以每天早上一大早都會起床 那有的時候是他開 有的時候是我開 另外有的時候 為了比較可能比較 那時候某一種程度比較彈性 竟然有一次帶那個菜呢 帶到那整個車子都 壓骨鏈了 這個後面這應該載得太重了 那車門要壓上來的 就要載滿的菜呢 因為過年的時候要買很多菜 然後用壓的 然後輪子都已經往上翹了 鄧友葵先後開了七家鐵板燒 卻因為擴張太快 無法專心而賠錢收場 讓他在兩千年 經歷人生的大挫敗 負債好幾千萬 無漏偏逢連夜雨 母親也在那年過世 媽媽要走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出這個錢 是一個心裡的痛 大哥幫了我很多嘛 那個時候我連出錢幫忙 做那個出那個媽媽的後事的都沒有 所以全部都是我大哥一手造的 那時候你不在台灣 我在台灣 但是我身上沒有多餘的錢 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這也沒什麼 反正你的長輩 長輩過世 然後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那我的力量可能比較高 那我知道怎麼弄怎麼弄怎麼弄 就很簡單的就把這個事情完成 我的字典裡面好像沒有這個 沒有那個 沒有這個計較 付出都來不及 父母走得早 做大哥的鄧心中 扛起了一家知足的角色 好在鄧友葵也很爭氣 再接再厲 十年前闖出了牛排教父的名號 而鄧心中則是到大陸闖蕩 這一回則是弟弟來聽哥哥 有一次我去上海看他 他去當顧問 那個時候他沒有衣服穿 就那個上海的天氣非常冷 哇 我那時候心裡很不舒服 我趕快把我的衣服脫下來給他穿 那這樣你會忍怎麼辦 我趕快再去想辦法 我知道他送錢給我 剛剛講那個東西 他故意花很多人的銘幣 那他是三天兩夜 他哪裡花得完 他走的時候就一跌了 那銘幣就充實在給我 大陸生意也不好做 鄧心中59歲時回台打算退休 不捨哥哥的好手藝失傳 鄧友葵苦口婆心 說服哥哥一起開店 合力挑戰餐飲界的不景氣 因為我大哥現在 他也做了四十幾年 那這個手藝載了那麼久了 那假如說他可以有一個好的機會點 而且我又做小弟的能夠幫助他了 那我認為這個就是非常有意義的 對 這樣怎麼說就是自己的哥哥 對 是自己的大哥 就算餐廳賠錢也沒有關係 是 因為為了支持他 這兄弟之情 除了窩心以外 但是也不能讓他失望了 招牌很大 那還好我自己也覺得說 我做出來的菜不會辜負他 兄弟倆從小記憶最深 感情最濃的 就是這道鄧家的秋樓菜 無錫排骨 醃到入味的里姬小排 大火快炒爆香 鹹甜滋味同時上色 有沒有很愛吃哥哥做的菜 有喔 他的菜 他做什麼給你 我覺得無錫排骨是第一個選擇 你很愛 吃到這個味道 對 哥哥的味道 我們現在有創新 我們之前的無錫排骨 就是旁邊打一些青菜 那我們現在用一些甜甜酸酸 來破解他的油膩 哥哥做的味道 你摳皮的來嗎 摳皮不來啊 兄弟倆鹹話家常 吃遍飯的時候 鄧友葵最常要求大哥 做這道無錫排骨 讓他薄薄口服 這道應該就好 嗯 差不多這道好吃 現在鄧家兄弟倆 都已經在廚藝界 有了響叮噹的名號 儘管年過六十 人生態度依舊像是 二三十歲的小伙子 一樣敢聽 要非常正面 去看待你一件事情 碰到負面的事情 就是往旁邊一站去看 他也沒有那麼厚 就好了 我體會一句話 好像人家講說貧窮是一種罪惡 讓你會覺得你自己會有罪惡感 對 你一樣都是四肢見錢 對不對 不怕不景氣 只有不爭氣 把中菜稀吃融會貫通 就像在品嘗他們血濃雨水的兄弟情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看到了兩位資深媒體人 導播江俊成 政治記者林辰博 他們眼看傳統媒體示威 各自在工作崗位上 打過美好的一仗之後 決定走出自己的廚藝之路 找到不同的成就感 還有牛排教父鄧有葵 以及哥哥鄧欣中 兄弟齊心把牛排和中菜 做了完美的結合 除了美味 更品嘗得到是兄弟情生 這些都是平凡人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晉級的台灣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廖婷娟 我們下次再會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請結席